不管怎么样,先闯关再说,毕竟除了比本事,还是要比速度的。 先解出来和后解出来,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 玉宁谋不再耽搁,立刻提几笔进行计算。 虽然这些题的形式发生了变化,但是在沐飞红的折磨下,他已经能做到举一反三,触类旁通,很快就顺利地解了出来。 就在写下最后一个字的同时,指的空白处突然浮现出了几个字,恭喜,下一关。 哇塞,你怎么知道我做的全都是对的?果然厉害。 玉宁谋来不及为此感慨,立刻扔下笔,飞快地往第二关而去。 可是,为什么做副阁主要会做算术题? 为了考考脑子? 这些参赛选手身在阁楼之中,彼此看不见对方,在外观战的沈醉欢等人却可以将他们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。 看到她的身影飞快地掠进了第二座阁楼,灵霄就笑了起来。 哼,第一个?沈哥,玉姑娘果然不是一般人。 沈醉欢笑了笑,倒是并不奇怪。 首先,她本来就不是一般人,其次有师父在,就算是一般人,她也必须让她变得不一般,否则对不起她的身份和使命。 过了片刻,有十三个人先后进入了第二关,另外几人便直接折在了这里。 但是不可否认,玉宁谋占据着一定的优势,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 玉宁谋自然无心理会现在排名第几,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闯关成功,成为副阁主。 进入第二关指定的房间,她很快就明白了考教的内容,阵法,简直是小菜一碟。 当初,她硬闯碧竹林,凭一己之力破了一百多处机关,其中有一些就暗含阵法。 这当然难不过她,很快就进入了第三关。 别人究竟怎样,玉宁谋不知道。 越闯下去,她就越发现,今天闯关涉及到的一切,都是当初沐飞红刻意训练过她的。 只要她不肯学,她就软硬兼施,想尽办法,卖萌,卖惨,卖可怜,威逼利用。 总之,能用的方法都用上,不能用的也都用上,直到逼她学会学通,弄懂弄精为止。 玉宁谋甚至有一种感觉,沐飞红当初教她的一切,好像就是为了让她成为九天阁的副阁主。 怎么会这样?难道那个时候她就知道,有朝一日她需要拿到明星玲珑绝帮沈醉欢解读? 太不可思议了吧。 不管怎样,虽然当初学得极不情愿,今天是真的派上了用场,帮助玉宁谋一路闯过了前六关,终于飞身进入了第七关。 不过,她并不知道,她不是第一个进入第七关的,虽然有沐飞红亲手锤炼,但当初实在不用心,再加上既然敢报名参加领选,这些也都是人中龙凤,所以她并不占据很大的优势。 结果如何,疏难预料。 第九个,灵霄突然开口,眼里闪烁着一抹浅浅的担忧。 玉姑娘是第七个进入第七关的,说实话,我有点担心。 沈醉欢却十分平静,唇角始终带着一丝空灵的微笑。 没关系,这个副阁主她本来也不是非作不可,我只不过是想试试她能否突破七星。 若真的不行,我也可以用别的法子逼她试一试,平常心就好。 灵霄文言果然放松了些,却依然紧盯着第七座阁楼。 话虽如此,我还是希望玉姑娘能成为副阁主,因为那才说明她真的有绝对的资格。 让你为她承受这么多痛苦。 沈醉欢笑了笑,没有再说什么。 丫头,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 你不会。 玉宁谋当然不想让沈醉欢失望,所以她是卯足了劲,拼尽全力要胜出的。 进入第七座阁楼,到达指定的房间,她却有些意外。 房间里空空荡荡,什么都没有。 这一关,考什么? 难道是要等闯关者进来之后,题目才会出现? 就在她万分奇怪的时候,却突然感到脑中一阵晕眩,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。 难道房间里有毒? 这一关该不会是考用毒的本事吧? 用力甩了甩脑袋,定了定神,她很快分辨出房内没有毒素,除非对方用毒的本事在她之上,用的是她分辨不出的剧毒。 那就没办法了。 就在此时,她突然感到一股更强烈的晕眩席卷而来,眼前居然一阵发黑,整个意识都瞬间飘离,不有本能地闭了闭眼。 片刻后,耳边突然传来一些异响,她猛然睁眼,才惊讶地发现居然已经不在刚才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内,周围居然是一片竹林。 壁竹林?这不是导致她一直无法成功离开九重天的屏障吗? 一阵低沉阴冷,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子笑声突然传入了耳中。 玉宁谋不由一惊。 谁?出来! 没有人出来,那笑声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,仿佛四面八方都有。 你终于来了吗?我等你很久了。 这笑声仿佛有魔力,玉宁谋觉得意识又开始混乱,脑子里更是嗡嗡作响, 仿佛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,一丝恐惧袭上心头。 她不由猛地抬起双手,捂住了耳朵,又是一声吏痴。 什么人装神弄鬼,给我出来! 一时越来越混乱,那笑声仿佛魔音贯耳,不停地往她的脑子里钻着,怎么都挡不住。 神智越发被控制,她渐渐不知今夕何夕,连气息也变得紊乱而急促, 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,在干什么,这种感觉实在是有够诡异的。 混乱之中,玉宁谋注意到原本一片葱脆的竹林不知何时泛起了雪白的雾气, 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,若隐若现,仿佛仙境,又宛若妖魔横生的人间炼狱。 不断声腾翻转的云雾之中,仿佛除了竹子什么都没有, 又仿佛藏着无数双手,无数双脸,每一双手都在挥舞, 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诡异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 纵然是胆大包天之人,都难免觉得头皮发麻, 何况玉宁谋终究是个女子,心底早已涌上了浓烈的恐惧, 不由骤然爆发出一声尖叫,滚开! 不要再坚持了,放弃吧! 那个诡异的笑声还在继续,却又偏偏带着一种入骨的柔魅, 仿佛清心相爱的恋人在低声又哄着, 让人无法反抗。 何必那么辛苦呢? 你想要的我可以给你, 只要你听我的话,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, 来吧,我给你,来呀! 这个声音实在是太蛊惑人心, 玉宁谋的意识几乎完全被他控制, 早已慢慢放下了双手, 原本清亮的目光也变得迷离, 嘴角带着几分同样迷离的笑意。 好, 我听你的, 给我, 给我吧! 乖, 这就对了, 那个不知名的声音越发温柔, 也越发入骨的妖魅, 你看, 只要听我的话, 就没有任何痛苦了, 来, 听我的, 拔出你的刀, 玉宁谋依然傻傻地笑着, 目光也更加的朦胧, 听话地拔出了腰间的短刀, 我听你的, 告诉我, 我该怎么做? 这就对了, 我喜欢听话的, 那个妖魅的声音再度响起, 仿佛藏着无尽的得意, 又带着明显的阴冷和恶毒, 只要你听话, 我就给你你想要的一切, 我知道你想离开, 你看, 就是她让你不能如愿, 杀了她, 你就可以离开九重天, 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, 来吧, 杀了她,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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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